观战一把目前S3的杰克 杂技,拥兵,魔术,加上一个病患 这阵容打杰克 如果说都是飞轮的话 杂技是双弹,病患是双弹 魔术师反倒是飞轮 没有飞轮呢 不好说 因为插眼杰克压住一个点 你这双弹不一定交得出来 你不一定能拉点 当然这边最杂技还行 杂技的话位移能力比较强 看 这边一刀五人 哎哟 这里杰克你看一个眼插着压着你 多难受啊 杂技这边操作不动啊 而且就算有飞轮飞轮CD也没有好 第一刀雾人打中的话 这边杂技基本上走不了了 杰克这边不会放一个身为绕你进那个鸟笼的 就压在这个点 等自己的下一个雾人好了 然后一刀雾人带走 但这波绕过来的话 杂技有没有机会 进这边的鸟笼啊 这个放杂技进鸟笼 其实感觉这个鸟笼就 我要不别说话了 我有什么好说的呢 说个灯啊 说啊 当我想往左的时候呢 他往右 当我想往右的时候呢 他往左 挂了个D压室 呃 傭兵这边64的机子 可以卡着 我觉得 救D压室 因为这趟这种他没有打架能力 就你救D压室第二波 你卡半救个D压室呢 有可能是双岛 卡死救D压室 意也不大 要不就卖了吧 要不就卖了吧 这里魔术师 第二台机子 病患 这边应该也准备第二台了 病患这边是 好像要被发现 啊 傭兵这边过来 一刀巫人打中 这个病患可能走不了啊 交钩 杰克这边是 哎 这个杰克打一刀就回头的 可以 他应该是刚才这边有眼吧 照到了杰克 不是 照到了这个傭兵 乌刃现在没好 乌刃现在没好 救下来 往回退 等 等乌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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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隔枪乌刃打中 好 再追一刀 刷个二接 但这个傭兵 要不要追一刀呢 这傭兵要追一刀吗 看一眼 然后再回头 还是说直接挂飞 直接挂飞 我估计他会底牌切船 要不然节奏不够的 他直接挂飞了以后 底牌切船 船送落地秒二人 他赢了 如果说他这边挂飞了以后 再慢慢的去抓 这边有个魔术师 但三根魔术棒 带飞轮的魔术师不好抓 这边的话 能不能找到人 也切不了船 求着这边的补状态 你看 他这边也不想抓这个魔术师 这个魔术师真太难抓了 这魔术师三根魔术棒 很难处理的 排过来 这边病患状态补满 可以吧 傭兵这波救人 其实也可以接受 因为他没有吃到 任何的伤害 交的护臂也不多 求人现在是有对马基 因为这一波 其实卡着杰克 杰克也没有太大的一个真胜面的 现在这三个人 手里面剩的东西又多 杰克是个宝瓶真胜 但你说真胜面有多少呢 我觉得一半一半吧 一半真胜 一半宝瓶 这里骗你一个护臂 这里骗你一个护臂 误人没打到 误人没打到的话 这边一个护臂跳开 但是护臂其实跳得不太好 跳出来以后这边没有交互点了 要吃刀了 傭兵现在 杰克要击倒 还得花不少时间呢 一个护臂 诶 左扭右扭 躲掉无刃 杰克这边隐身加速上来 刚好这边进板子 看抽刀 没机会 没机会的话 病患过去 把踢墙的机子补了 待会病患救人 那边有台大遗产 旁边旁边旁边 对对对对 病患好像听到了我的 那个呼唤一样 突然耳朵里面 旁边旁边什么东西 这波记得 佣兵确实不太好 再去那个挂了 因为挂佣兵 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放你们三人开门战 然后呢 这边是形成了一个 大门的三连 杰克可以通过这一波干嘛呢 通过这一波去消耗 有观众说这局要平 当杰克没有挂这个佣兵 他选择回头来打的时候 我感觉这局杰克赢了 因为他现在的消耗能力很强 佣兵可能要被 消耗出一个自起 然后这边 并换魔术师的道具 可能都要被耗空 等到开门战 穷者手里面 估计没剩多少东西 傭兵现在得翻箱子 没有时间去修机子 飞轮也交了 可以 这一刀呢 魔术师这个飞轮捏得真漂亮 回头 并换的机子50 并换这两个钩 撑不了太久的 这两个钩撑不了太久的 这波消耗对于穷者来讲是非常痛苦的 这个局 我觉得从本来的55开 现在变成了多少呢 64 或者37 因为杰克 开门战他还有一手底牌 他底牌还能再切呢 他比如说开门战 一刀把这优兵抬了 传送 对吧 不就机会就来了吗 特利 一刀五刃 魔术师一个漂亮的分身 这把魔术师玩得真好啊 这魔术师分身和飞轮交的都很漂亮 再回头过来 他想把这个分身应该是全给逼完 但魔术师这边 最后这个分身我就不交 我队友在这边抢密码机 我就不交 我留着开门战打 六啊 这个分身他不交的 这个局真的被这魔术师扛住了 现在傭兵手里有一个 香水 杰克 不知道你们看到 那好像要平了 因为核心点在于 杰克在这一轮的控场过程当中 他消耗了 但是没消耗劲 他没消耗完 哎不会跳地窖吧 这变换 快走 哇 哇 嗨 嗨 嗨 抱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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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